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你好像问过 对 今天星期几 好 今天是2016年的11月2号 星期三了 欢迎各位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早班车 赵丽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月官方财新制造业PMI 同时大幅超过预期 显示中国经济短期期问 早前关注 11月迎来开门红 互指上涨0.71% 收复5日剧前 10月份房地产公司股权项目挂牌转让案例明显增多 融资压力增加 加大了中小房企的风险吸收 今年前三个季度原保费收入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利润同比下跨超过三成 国际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称 俄罗斯航母编队已经抵达地中海 我们已经开通了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为您提供更多有深度 有个性的文章语音和视频 您可以搜索账号或者是扫描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北江 内蒙古 黑龙江 川西高原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会有小雪或者是雨加雪 上海今天是晴道多云 偏北风转东北风 风力都是三到四季 明天是晴道多云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17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1度 另外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 上海的空气质量指数36U 一小时PM2.5的浓度是22微克 美丽方面 好 以下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了解一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 值得关注 国内方面 中国钢铁原燃料市场高峰论坛将会召开 另外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将会在北京举行 国际方面 美国会公布当周API原油的库存变动值 欧元区会公布10月制造业PMI的终止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将会继续了解最新的国内市政和财经方面消息 张光 好 李星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市政和财经方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9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地抓好各项重大改革举措 既抓重要领域 重要任务 重要试点 又要抓关键主体 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 以重点带动全局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 关于前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的文件 来关注一下宏观数据 昨天公布了10月份的中国官方制造业的PMI51.2 这创下了2014年7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 生产和需求都有明显的回升 制造业整体景气度明显的向好 另外根据财新和Market联合公布的财报 中国10月财新制造业的PMI数字是51.2 这也大幅度的好于50.1的预期和前置 这也显示出制造业运行温和扩张 而且增速是2014年7月份以来最为显著的 这个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都高于了融库线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升评论说 制造业似乎在明显的回暖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也点评说 10月份制造业PMI明显大幅度的上升 生产和市场需求在回暖 扩张有所加快 但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有所加剧 九州证券 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青是点评说 官方财新PMI均明显回升 再度验证了中国经济L型拐点已过 10月地产调控之后 经济不上不下反上 中小企业成为PMI回升的主力 经济结构进一步在合理 预计10月固定资产投资将会进一步的回暖 而且PPI大幅度回升不可避免 通胀压力将会重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好转 这一次PMI大幅的回暖 其实出现了一个就是小企业 这个回暖幅度最大 二点几 那么接下来就是中型企业 那么最后的话是大企业 那这种复苏应该来讲 可能是一个中国结构调整的话 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段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过10月房地产20城市调控政策后 与房地产最为相关的建筑业指数 高达61.8% 仍处于历史最高区间 对此 邓海清解释称 本轮房地产价格上升 主要是供给不足导致 仅通过政策调控 无法大幅度改变房地产市场 此外 本轮调控仅包括一线城市 以及部分热点城市 三四线城市并不在本轮调控范围内 因此对全国性的数据影响并不大 邓海清表示 解决房价问题 还需通过供需规律调整 这波的房价上涨 其实对很多的一线城市 跟热点城市来讲 其实是由于供给不足 所导致的这么一阵 就是房价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上扬 所以的话 如果说未来 需要改变这样一个 房地产价格大幅暴涨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意味着一线城市 或者热点城市 必须要增加土地的供应 此外 邓海清表示 从本月的PMI 购进原材料价格 包括产成品价格的数据来看 可以大概率估算 10月份PPI 在延续9月份的 油腹转正之后 有望大幅度回暖 再看一下人民币方面 即周一大幅度上调之后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中间价 大幅度下调了93个基点 暴在6.7734 市场人士指出 近期人民币贬值最快的阶段 可能已经过去了 但是考虑到 美联储加息预期 仍然给予美元上行的支撑 同时 企业走出去 和家庭外币配置的需求 仍然比较旺盛 所以未来人民币汇率 仍将承受一定的贬值压力 另外就是 昨天是人民币入栏 SDR正好买一个月的日子 数据显示 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 以及全球主要央行 维持量化宽松等因素的影响 全球主要的国际货币 加大了波动 到10月31号 欧元下跌了2.5% 日元下跌3.6% 英镑下跌6.1% 离开人民币下跌了1.6% 那这从中可以看出 人民币汇率是SDR货币篮子当中 其实是相对下跌最少 而且是最稳定的成员 央行透露 为了保持市场流动性的 合理和充分 10月份共开展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7630亿元 收回到期的MLF是5575亿 向市场净投放资金 2055亿元 好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接着让我们进入早间关注 好的 底下时间 还是来看一下股市的情况 昨天A股奇闻反弹 而10月份官方的PMI好与预期 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是正在恢复 这个应该也成为 昨天反弹的一个 较好的基本面的支撑 那具体情况 前任我们今天的早点关注 那昨天呢 市场短暂纠结之后 震荡走高 而午后呢 护制回踩年限之后 表现较为强势 突破了午日线之后 在高位盘整 而创业板 也终于迎来了一个 久违的反弹 午后更是突破了 六十日均线 并以高位报收 截至收盘呢 上证宗指上涨0.71% 深城指上涨0.86% 两市全天成交 4834亿 较此前一个交易是有所放量 盘面上来看呢 股权转让 刺心股强者横强 券商股尾盘出现移动 两市有超过六十只 各股涨停仅有凯瑞德 一家是跌停 再来看一下融资方面 截至到10月31号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 9077亿 环比增加了 接近18.8亿 那昨天的盘面上 应该说提财股相当活跃 对于这个后市 上海政权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认为 市场震荡走高 仍然是一个大趋势 整体市场呈现 震荡走高的态势 全众股表现相对一般 那么概念股呈现了 兵分上涨的这样的特点 股权转让 应该说掀起了涨率的风暴 那么带动了 整个市场的人气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 从3000点攻击以来的话 整体呈现全众股推动 然后由医药和白酒 进行这个过渡 那么同时进一步 再推动的话 就靠人气品种来进一步的推动 整体市场 依然是维持震荡走高态势 但是走不快的 这样一个总体节奏 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不少人 他把今年来楼市和股市 表现出的这个翘翘板效应 作为判断这次楼市资金 将主要流入股市的 这样一个依据 那么所谓的这个翘翘板效应 是指楼市和股市 在一个周期内 表现出的此消彼长的态势 现在距离楼市调控政策出台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历经15个交易日之后 上证宗值上涨3.31% 而数据显示 场外资金持续的小幅流入 在国庆节之后的第一周 证券交易结算金 达到了14,188亿 净转入630亿 融资融券担保金 1545亿净转入130亿 如果没有极端事件发生 那么资金由楼市向股市传导 仍然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另外还有一份面向 固收领域人士的调查结果显示 32.5%的投资者认为 房地产资金会流入股市 A股未来还是有上涨空间的 有可能会回到3200点的上方 现在也有机构认为 现在还是在震荡叙事的 中期格局里 底部已经被逐步抬高 振幅在逐渐缩小 短期来看地产调控 人民币贬值利空出现之后 市场不跌反涨 说明此前的利空因素 已经被消化 还有就是国企改革 养老金入市等积极因素 在继续发酵 而三季报的业绩改善 也为市场再次增添了利好 由此也认为市场短期 向上突破的概率 应该更大一些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杨广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当地时间 1号说 俄罗斯的航母编队已经抵达了地中海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当天在国防部电话会议上说 俄罗斯航母编队已经完成了沿东大西洋到地中海的航行 10月27号到29号 保障船为航母编队做了燃料补给 达到规定标准 邵一谷表示 俄罗斯航母编队前往地中海在西方引起喧嚣 一些国家在美国和北约压力下公开拒绝俄航母编队停靠其港口 此举令俄罗斯感到惊讶 但这未对航母编队按既定路线航行的进度产生影响 他同时提醒西方 到了确定与谁作战的时候 是与恐怖分子还是与俄罗斯 当地时间10月15号下午 俄罗斯库兹尼佐夫号航母编队从俄西北端的北莫尔斯克港起航 前往地中海 以增援目前俄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舰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0月22号曾表示 库兹尼佐夫号航母除保卫在叙利亚的俄军人外 还有其他任务 泰国总理巴育昨天宣布 泰国政府将为泰国香米的米农提供12.9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条件是 他们要在今年的新米储藏6个月之后再出售 就打下来之后先得放6个月 以减少当前市场上香米的供应 当前泰国迎来了稻米的丰收季节 香米一直作为泰国的特产的大米 在世界闻名 大家应该都吃过 由于市场现在是供过于求 所以导致香米这个价格 今年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目前100%纯泰国香米的价格 每吨也只有725美元 是2008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 这让泰国米农的生活因此变得十分的困窘 你看丰收了还得想那么多 金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日前签署了法令 为金巴布韦央行计划 从本周开始推出的纸质的票据 来提供一个法律预计 以缓解目前出现的一个现金的短缺 根据10月31号晚间发布的政府特别公报 金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签署法令 将票据作为金巴布韦法定流通货币之一 公报说票据将于美元等价 但票据仅限在国内流通 不得兑换成其他货币 金巴布韦央行行长曼古迪亚曾表示 今年12月底前将发行面值 2元和5元的小额票据 这批债券票据由非洲进出口银行提供担保 票据最初并不向普通民众发放 而是发给出口创汇企业 随后逐步进入流通领域 根据法律规定 政府、公司和个人不得拒收 包括票据在内的法定流通货币 不过该计划公布后随即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民众对此前的恶性通胀记忆犹新 担心新票据很快就会贬得一文不值 最近几周由于对票据持怀疑态度 民众纷纷从银行枪对美元 导致美元短缺的情况更加突出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当地时间1号早间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 一辆通勤的大巴士和一辆校车相撞 这造成6人死亡令有多人受伤 巴尔地摩警方表示 校车首先是追尾了一辆汽车 在撞到了墓地入口的柱子上之后 和马里兰公交系统的一辆通勤大巴 再迎头相撞 校车靠近司机部分的座位基本上被损毁 而通勤大巴看起来就像是被炸弹袭击过一样 遭到了灾难性的毁坏 警方表示 事发时候校车上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助理 正在接一名学生上学的路上 而通勤大巴上是有13个人 巴基斯坦秘禄之省加达尼市拆船厂 当地时间1号发生了一起爆炸并起火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另外有50多人受伤 据了解 发生爆炸的是该拆船厂当中的一个邮轮 事发时候工人们正在该邮轮上进行拆除的作业 爆炸并引发了大火 然后迅速地蔓延 尽管消防人员迅速抵达火灾现场 但是由于这个火势凶猛 灭火工作进展十分困难 该拆船厂工会人员表示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 稍后7点35分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我们会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 接着进入资讯快撤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6年度报告 昨天发布 中国气候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表示 十二五以来 中国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彰显了我国以实际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十二五以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我们十二五呢 这个碳强度累计下降了20% 超额完成了十二五 规划确定的下降 17%的目标任务 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5年非化石能源 再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12% 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 所提出的11.4的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第二十二次地约方大会 将于本月7号到18号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 中国政府将派出 80多人的代表团参会 谢振华表示 本次马拉喀什会议 一定要开成一个 落实行动的会议 要加强2020年前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 对于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发达国家 要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 到底能不能落实到位 也将重点关注 经济观察报报道称 距离去年出台的 购置税减半政策结束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国家发改委 交通部 财政部等多个部委 昨天召开了部门会议 研究是否再将此政策进行延续 应对人士表示 不管是购置税减半政策 还是何种刺激政策 汽车产业链一定要保持冷静 厂家和供应商 不能把购置税减半 这个短期政策的扶持导向 当作长期的战略 政策短期撬动一下需求 但需求不足 是因为收入预期下降 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 另外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收紧 房企也面临一波行业的洗牌 数据显示10月份 房地产公司股权和项目挂牌 转让案例明显增多共识期例 创下今年以来单月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17例转让案中大多为 二线或三线城市的中小房企 主要业务为住宅项目的开发 其中不少房企 甚至寻求转让 百分之百的股权及债权 据中报显示的 嘉凯城 天津 松江 云南城头等企业 净负债率均超过500% 此外的中小房企 货币资金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率 也高距20%上下 普遍属于高与较大型的房企 除了常债能力恶化之外 融资压力的增加 也加大了中小房企的风险系数 记者从交易所工作人员 处获悉不少房企 转让项目和银行抵债 我们现在湖北的 就是武汉有几个 有七个 然后新疆也有几个 哈尔滨的应该是有三个 这个不是说这么多房地产公司 这是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 银行它这个债权 它放贷的话 它有以这个房产做抵押吗 预期了以后 它形成不良了 形成不良以后 这个银行把它放在这个公开市场 进行转让 这是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个渠道 他们会觉得这个 底债资产质量比较好 市场价格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市场价值的 所以说他们单独拿出来评估 单独卖 业内人士认为 如今不少房企采取股东借款 房地产基金 存量资产证券化等方式 维持现金流稳定 随着融资渠道收紧 房企资金链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并购转让资产 或将成为中小房企 度过运营危机的希望 中小房企 它的运营环境 或运营的条件 是越来越困难 但有的企业可能纯粹一个民企 那么如果没有任何优势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破产了 当然对绝大部分的 可能项目公司也好 或者小的房企来讲 如果它有项目 更多的可能性还是转让 昨天保监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 全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32.18% 保费规模超过了 2015年的全年的水平 其中 受险业务继续呈现高速的增长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说 在受险业务增长的同时 包括万能险 投联险在内的 投资性的业务占比 不断在下降 而受到投资收益下滑的影响 保险行业规模增长的同时 预计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5.68% 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128286.19亿元 较年初增长14.75% 但是实现资金运用收益 4828.76亿元 同比下降19.1% 资金运用收益率 3.95% 同比下降1.97个百分点 其中固定收益类资金 运用余额继续下降 全一类资金运用余额 占比为14.25% 较二级度末 上升0.75个百分点 实现收益492.89亿元 同比减少1994.3亿元 中国证券报的报道 银联国际近日发布了 境外保险类商户 受立境内银联卡 合规指引之后 银联卡不能用于 在香港购买大额的保单 以及实现境内资金的出海 但是香港部分保险公司 仍然可以通过刷Visa 和万事达信用卡 来达到上述的目的 虽然是信用卡 但是持卡人 可以现在境内 将人民币的资金 存入信用卡 再到香港刷卡 消息人士表示 指引发布之后 境内资金流入香港的规模 明显的减小 银联国际表示 正在持续监测商户的交易 根据交易情况 要求商户提供 相关的材料 以证明其交易的合规性 今天上海银行 将会进行 网上网下申购 这次上海银行 发行募集资金 总共约为106.7亿元 这刷新了 今年A股IPO 最大的一个规模记录 招股说明书显示 该行2015年 人均的净利润 是127.2万元 位列A股16家银行之首 去年年末的不良率 也只有1.19% 在上市银行当中 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接着让我们进入财经万花筒 来关注一下 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珠海航展 第11届珠海航展 昨天迎来了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 700多家参展的厂商 中国主要的军工企业 全员到齐 室内展览的面积 达到8.2万平方米 参展的飞机超过140架 今年恰逢珠海航展20周年 中国航空工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杨栓昌对第一财经表示 中国军事产业已经进入到军民融合阶段 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 已经形成良好的竞争促进格局 推动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 军用高技术在民间的应用 也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 像这种小的无人机 一个深圳就能做到200亿 它的整个产业链上 已经200亿的这么一个产值 所以我们整个的民营飞机 民营发动机 民营的这些机载设备 通用航空 通用飞机 无人机 还会有巨大的一个市场 民营企业北京中航制科技负责人表示 军民两用飞机在核心技术上共通 在细节上有所区分 军用的可能要求一些环境可靠性 适应性 整机的寿命 这方面电磁 这方面能力比较强 民营的话 可能更关注它的成本 它的使用效益 然后它的操作简便性 所以说细节上还是有区分 有企业表示 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已经多年 每年会投入15%的研发经费 到军品当中 创新的技术会反馈到 民品销售当中 军民融合在政策的引导下 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在技术研发上 我们每年会投15%的研发经费 到整个军用和民用的投入上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 我们也会做 我们认为在军用的领域 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再来看公博会 公博会上人气最旺的历来 都是机器人展区 有数据显示未来几年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发展速度 最快的机器人市场 到2018年 美生产三台工业机器人 就有一台是与中国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 不仅能单独工作 还能在工业自动化的设计下 实现多个机器人之间相互配合 甚至向人学习 与人进行协同工作 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配合的话 我们叫柔性自动化 我们通过柔性自动化方式 可以帮助整条产线 实现更高的 达到更高的效率 和更可靠的一个生产的 这样一个速度 实现效率提升30% 同时成本降低20%到30% 这样一个目标 人带着机器人的手臂 走到一个位置 然后我记录一个位置 然后我再走到下一个位置 我再记录下一个位置 然后我机器人就会自动 把这个路径 直接就是生成出来了 而在一些机器人 无法完全取代的工序上 通过安装有传感器的手套 机器人就会记录操作员 每个动作的精确数据 从而辅助人工 大幅度提高操作的精准度 统计数据显示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 只比美国低4% 而引进一台五轴联动的 机器人生产线 大约相当于一个 普通劳动力三年的成本 但是却可以维持 至少运转十年 我们机器人一般要定一个成本回收期 行业里面现在是这样 对于一些通常应用可能在两到三年 那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 或者要求非常苛刻的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回收期可以放长 叶能人士认为 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民币贬值 通过智能制造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是中国制造业的必有之路 昨天起备受关注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了 根据办法 网约车司机应当取得 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并有三年以上的驾龄 无交通肇事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无吸毒记录 无酒驾记录和暴力犯罪记录 最近连续三个计分 周期内没有计满12分记录 那办法明确 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 对网约车的监督治理 有一定的自主权 那随着网约车新政实施 全国各主要城市 也陆续出台了网约车细则 或征求意见稿 其中北京 上海 天津 成都 沈阳 青岛等城市 要求从事网约车经营 需要拥有本地车牌 和本地的户籍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蚂蚁金服 昨天与泰国政大集团旗下的 支付企业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蚂蚁金服将展开战略投资 并通过输出技术和经验 将支付宝模式复制到泰国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总裁 道格拉斯·费根表示 此次与蚂蚁金服的合作 支付宝除了服务泰国人 也会聚焦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 未来中国游客在泰国 将可以使用支付宝消费 而针对市场一直关注的 蚂蚁金服上市计划 道格拉斯·费根表示 公司暂时没有上市时间表 在安 Financial,我们看到ние 公司公司公司不存在 我们没有办法 在台湾条坏和 投入三项的 Listing 品牌 了 Q 道格拉斯费根指出 目前蚂蚁金服 集中投资亚洲市场 印度和泰国 是公司着重发展的市场 希望在未来十年 蚂蚁金服可以冲出亚洲 服务全球20亿人口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导办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 从华尔街到陆加水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 和国际财经消息 昨天美国市场 可谓交投十分谨慎 延续了之前一天的 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态势 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事都说不清 总统大选的情况 处于胶着的状态 美联储12月到底加不加息 大家也猜测纷纷 再加上这个星期 我还会有一个就业数据的出现 所以让整个市场都很谨慎 所以美股指数 创下了7月份以来的一个低点 今天我们和嘉宾 在热点方面会主要来关注一下 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些 比如说酒类 传媒类板块的一些事 一起进入今天的 从华尔街到卢家水 这事昨天其实已经说过了 这个星期美英日澳四家央行 会分别召开自己的议席会议 其中日本及澳洲率先 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昨天就公布了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决议说 维持利率和购债规模不变 和我们当初在的一样 但是它下调了一个通胀的预期 并且推迟2%的通胀目标 实现的时间 这也符合之前的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来看 最新货币政策声明没有新意 日本央行没有流露出 加大宽松力度的一些意向 通缩压力将会持续困扰 日本经济的运行 在提升通胀方面 日本央行显得其实真的办法不多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当天 也公布了利率的决议说 维持现在的利率目标1.5%不变 此举也符合市场预期 澳洲联储说 经济增长预估和三个月前 基本是持平 明年经济增速预计 会接近潜在的水平 低利率支撑了内需 2013年以来较低的汇率水平 也提振了贸易 但是澳元上涨 可能会对经济转型不利 所以分析人士认为 近期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上涨 迅速一些城市居民负债高企 对澳洲联储进一步宽松 形成了一个支撑 澳大利亚近几年 国内经济持续在批转 2015年更是出现 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暴跌 矿业投资 显著下滑等等不利的状况 澳洲联储16年 其实已经下调了两次利率 好 再看一下美国大选吧 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数据 已经超过有2600万选民 在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日 之前一周就完成了投票 几乎是2012年 奥巴马与罗姆尼对决时候的两倍 这么早早就已经决定了 那在今年12个战场周当中 1260万张选票 已经进入了票箱 那目前看来呢 在亚利桑那 乔治亚和宾夕法尼亚 共和党支持者投票率还比较高 而在爱奥瓦 北卡罗莱纳 内华达 俄亥俄和威斯康辛 民主党阵营稍微占有一些优势 目前两党候选人支持率正在不断地缩响 ABC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46的支持率完成了 对希拉里45%的反超 受此影响隔夜美股又走低了 美国互动广告局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美国移动广告同比支出 飙升了89% 那现在是155亿美元 占在线广告总支出的近一半 而相比之下横幅广告仅占19% 上半年美国在线广告的总的支出增长19% 现在是327亿美元 随着移动视频爆炸性的增长 数字广告可能在2017年就会超过 电视广告成为美国广告市场上 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 市场研究机构表示 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 会超过三个小时 而使用台式电脑的时间 却也只有两个小时 使用笔记本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11分钟 好可怜 英国财政大臣哈德蒙一号宣布 英国政府将会在未来五年投资19亿英镑 进行一个世界级的互联网安全的建设 那旨在维护英国经济安全和公民信息安全 并且会鼓励英国企业升级技术 防范网络攻击 好 浏览完宏观方面数据来看一下 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 就像我们开篇时候说的 延续了之前一天的微微下跌之后 昨天又有一点震荡下行 其中道指下跌0.58% 18037.10 纳指下跌0.69% 5153.58 标普下跌0.68% 2111.72点 市场十分谨慎 我们来连线一下 祝纽约记者格外 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解释 你好 格外 早上主持人 各业美联储开启了 为期两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当然的市场也是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在本周保持暗兵不动 预期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预测达到70% 而在企业财报方面 辉瑞公布的财报显示 美股盈利61美分 较预期低出1美分 营收符合预期 由于一款降纸药的下价 辉瑞下调了全年的业绩展望 股价也是在午后 出现了2.7%的下挫 另外轻奢品牌 Coach公布的财报显示 调整后 美股盈利45美分 营收不及市场预期 但是Coach维持了全年的业绩展望不变 股价在午后上涨2.4%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希拉里对特朗普 依然维持6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似乎邮件门调查重启 对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 经济学家从美股的历史数据来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当标普500指数在八九十三个月 连续收低的时候 在野党赢得大选的概率达到86% 只有1%的概率 美股在此期天走低 而执政党赢得了大选 这还要追溯到1956年 而目前来看标普500指数 在过去三个月下跌了2.2% 主持人 谢谢各位 你说大数据这个事 有时候真的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 像他刚才有没有听到 八九月三个月 如果股市下跌的话 美国总统要从二战以来 整个的统计说 如果八九月市场下跌 那么在野党获胜的可能性 高达百分之八十几 现在就是啊 来 我们赶紧和嘉宾聊一聊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是我们的评论员马一群 刚才这个统计你听到了 刚才前面我还说 这个美股已经到了 七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最近有所下跌 然后呢 刚才各位还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这统计 你说我们就平心而论 你觉得这之间这种有关系吗 应该说很多的时候 大数据提供这种前瞻性的 一种预测呢 有噱头在内 这个是在媒体这个层面上 或者是从公众的这种角度上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 是种说法 对 但是呢 应该说我从三月份之后 应该好几期咱们做 这个美国大选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我一直是比较坚定的认为 希拉里就是在这里面 会落败的这种可能性 还是比较的大 所以你的预期和他的大数据的统计 是一致的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 随着经济越来越摄败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 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总统 而是说能够在经济层面上 至少说在目前 美国处于经济泥沼的过程当中 能够带领着美国在经济层面上 或者说带领着能够使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穷百人 这种立场上走出一个相对来说 经济层面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美国 那么在整个的政治层面上 那么只有经济好了 你才有更多的话语权 才能够维持你世界第一强国 或者世界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我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些考量 所以一直是这样一种观点 所以反而他这个统计是符合你的预期 只不过我告诉大家 从做媒体的角度 为什么会喜欢用大数据的一个原因 因为就像马一熊一样 虽然他心里其实默默的是那么猜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猜的 对不对 你这样说出来画面不好看 这个声音也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像前面我们说的 从二战以来的历次统计 股市下跌 不管其实什么统计 只要最终能够说 是那个情况这个样子的时候 在野党获胜的概率高达多少多少 做出来画面比较好看 对不对 东西也多 你看哪一年数据 哪一年数据 可以说很久 话题可以聊很久 内容而且很详实 然后不管中间有没有逻辑 但至少曾经的统计是这个样子 再次证明 有时候你也不得不信 你也不能全信 对不对 在这么一个纷繁复杂的 谁都说不清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因为连什么统计都有 前面我新闻里还在说 特朗普反超 前面葛威尔的报道里说 又有一个东西说 希拉里还是领先 然后呢 但是那个说 特朗普有可能会胜出 你也觉得是 现在怎么样 我们也不敢投票 反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就行了 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 因为我觉得 虽然那边有点乱 但实际上就会显示出 其他国家 其他市场 是不是就会有 新的机会就会出现 当然美国应该说 随着美元反复地 用嘴加息之后 越来越多的迹象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 经济层面 还有刚才说的 大选的层面 而且大选层面 一旦特朗普在里面胜出 应该说很多的国家也好 或者是越来越多的 资金层面上也好 会相对看衰美国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能够支撑资产的 增值和保值的功能 所以应该说更多 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一些逐利性的资金 会青睐亚太的市场 特别是中国的市场 那么我们处于一个 相对低的这样一种 比较低的资产的 所在的位置和区间 所以我们应该说 机会会越来越多 那么其实今天整体上 我们要说的一个东西 还是和美国有关系 也就是说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和重返亚洲 以及它在亚洲的影响力 也确确实实是在走弱的过程当中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迹象 和信息层面 指向这样一种结果 其实我们知道本周是 马来西亚的总理 纳吉普访华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周一两国之间的 国防部长的相互的会晤当中 也越来越指向 更多的双方的合作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在前期 特别是上个月 菲律宾总统来首次访华之后 也是传递出来 可能会在未来更多的是倾向于 和我们有更多的合作的氛围 那么脱离开过去 单纯盲目地追随美国的 这样一种关系和策略 那么这些层面上 我们可以认为是在前期 相对来说很多的亚太国家 在反对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 立场的趋同的 这种吻合的基础上 现在已经是在逐步地瓦解 这样的一种氛围 所以应该说 基于这样的一种层面上 未来可以认为在亚太层面上 那么支持美国 重返亚太的这样的一些 国家的声音是越来越弱 所以就是再加上在南海事件之后 那么更多的海洋战略上 我们自己也在走更多的加强 和促进的这样的一种动作 以及在民间层面上 就是中俄越来越多 在海洋贸易层面这种加强 可以认为都在指向 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基础上增强之后 未来美国在南海也好 或者说重返亚太的这种影响力 也确确实实这种声音 是越来越小了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也都了解 中国和南边的这些小伙伴 其实关系一般般 小伙伴们都抱另一个大腿 虽然中国东盟一直在做一些经贸合作 也许随着今年三季度四季度 从菲律宾总统开始访华开始 也许会有一连串的 这些小伙伴们会来和我们要好 也许这个样子会面临着 整体是不是整个经济 因为一个是政治关系 然后慢慢会带热整个经济的关系 主要会带热哪一些经济层面 从目前来看 就是那几步访华 我们会和马来西亚签订 多重的一些合作协议 比如说130亿美元的 就是中国和会采取融资的方式 协助马来西亚在国内修建 从吉隆坡到马来西亚的东北角的 这样的一条铁路 就是另一条铁路吧 不是当时和日本的 不是那个是和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马来西亚 大概率会从中国订购 很多的近海巡逻舰 所以就是说一般而言 就是一个国家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 战略的转向和依附 可以认为更多的 会从武器的进口层面上 都买你的军事设备了 那关系肯定好得不得了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当然说我们会采取一些 经济的援助 包括在很多的经济层面上 有一些合作 但是国与国之间 就是基于利益的这样的一种考量 所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这样一种事件 但是马来西亚也好 菲律宾也好 这样的转向 无疑对于我们在未来南海的战略 会产生更明显的倾向 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其实前期我们说过亚投行 加拿大准备加入 以及提出的这种申请 也可以认为是在英国等超级大国 有过这样的一种明确的转向之后 更多的国家在和我们 有更多更密切的这种来往 对我们应该说是 无论是在话语层面上 还是实际的 未来的在政治层面上 都会产生比较有益的 这样的一种尝试 所以这是很明确的 基于你刚才提到的经济也好 或者是其他层面上 能够带来一些机会的方向的 可以选择的方面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 一起来关注一下珠海航展 航展当中展示了 大量的先进的设备 看看哪些国家给我们签 如果有意想有签 其实也代表了一种 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变化 好 来关注一下 隔夜美股的表现 看一下异动美股 在美股涨幅当中 其中医疗板块上涨幅度 极为凶猛 显然又是有什么新的大事发生 然后医疗制药能源加勤 这些都是涨幅套钱 其中我们要说一下 这家运输公司 涨了百分之 我没看错吧 一千三百零三点二三 这是十三倍啊 对 这是涨幅最第一的 昨天晚上的一只美股 我的天 那涨完之后 涨了一千三百多倍 才四块三百五 对 它因为价格比较低 这是一只海运股 因为海运一直是处于 比较低谷的这样一种氛围 加上全球这种 可以认为需求缩减的基础上 很多的海运都被暂停也好 或者是出现一些副总裁 你看原本那个指数 根本就是在地下进行的 对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说过很多的这种 跳空上涨的个股 是基于它的缩股的 这样的一些异动的消息 那么这只个股也是 也是这样 十五股缩成一股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股东对于它 未来的走势的看好 或者是说 给予公司的一种 大的未来的战略层面上 提供的这样的一种考量也好 所以一旦有这样的 异动出现之后 往往会对股价形成 非常明显的 积极促进作用 所以就是说 跳空之后 虽然现在可以认为 它是出现了一个 相对比较长的上影线 但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 异动的信息源 会对它未来 应该阶段性 还会有明确的 我觉得那可能是 因为A股发展的时间 还比较短 所以我们不太见到 这种上蹿下跳 对 我们也是有的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就是这种 这么大活动 这种基地 对 因为我们是 每天都有一个 限定的 对 涨幅的 先从我们这儿 开开眼界 以后等到A股发展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这种上蹿下跳 我们也能见到 好 来 继续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跟你聊 来关注一组最新的 全球公司资讯 瑞银的报告 iPhone 7已经出来了 在主要的市场 中国有需求 不及前代机型的 一种迹象 令人担忧的是 苹果的主要营收来源 智能手机销售增长 可能会有一些小乏力 上周二 苹果公布了 截止到今年第三季度的 2016年整个财年的年报 公司营业收入是 2156亿美元 是2001年以来 第一次出现了下滑 三季度 不但iPhone等硬件销售 全线的下滑 而且中国区域的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大跌30% 自财报公布以来 苹果股价连续 五个交易日收跌了 不过好像我们身边 朋友的感受 是7和7plus 还卖的挺好的 不管外界对特斯拉 26亿美元收购 太阳城有多少的质疑 特斯拉依然坚定地看好 这家太阳能面板的制造商 本周 特斯拉发布了 致投资者的公告 说 基准预测是从财务角度 收购太阳城 会给之后的公司 带来巨大的收益 特斯拉还预计了 太阳城明年会贡献 超过10亿美元的营收 未来三年 能让特斯拉的资产负债表 增加5亿美元的现金 太阳城 好华丽的一家公司 汤森路透集团周二 宣布计划裁员约2000名员工 这相当于全球总数员工的 4%左右 并且预计将于第四季度 记录此前重组计划 相关的2亿到2.5亿美元的开支 汤森路透说 这次重组主要会影响 金融风险部门 还有就是企业技术和运营部门 再看一下企业财报 辉瑞制药公布了第三季度 公司实现的净利是13.2亿美元 调整之后 每股收益61亿美分 略低于市场预期 当季公司实现营收130.5亿 同比增长了7.9% 这符合预期 辉瑞预计说 全球财年调整之后 每股收益大约是2.38到2.43美元 这也略低于之前的预期 再看一下 英国石油巨头 BP1号公布了财报显示 到上个季度 盈利是9.33亿 同比下滑了48% 但仍然好过市场预期 这市场预期该有多低 业内 期内收入480.43亿美元 同比下滑了16% 英国石油表示 已经在为低油价环境下的 维持运营 做好准备了 好了 看过全球公司动态 来关注一下 值得关注的美股 看一下美股棒大剑 一家 其实两家都很熟悉 星座酒业是我们 星座公司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石旦华那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娱乐传媒公司 对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星座 因为星座 10月份呢 多重的并购 应该说是非常的亮眼 就频频出手 对 10月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收购它 因为它当时呢 收购了一家 就是涉及到 威士忌的这样一家公司 也就是经脉这个快的 它会转向 比如说像黑麦酒 还有波本酒 这样的一系列的 细分的高端产业 那么后来呢 它又收购了 自己就是在 华盛顿的一家白酒公司 然后呢 又出售了 加拿大的红酒的公司 然后呢 最近又有一次 特别大的并购 也就是用6亿美元 来收购 百威啤酒的旗下的一家 在墨西哥的高端 啤酒的公司 也就是来加强在墨西哥的 这样一种生产 那么当初的 在10月初的这次并购呢 使它快速地 跳到了167美元的上方 然后呢 产生震荡 那么多重的并购 对它未来阶段性的股价 应该还是会有 继续的刺激的作用 所以就是 我们建议大家来关注 这样的一家公司 其实也是来结合着 和A股市场有关系的 因为也说了很久 红酒和白酒 那么可以认为 在资金前期 沉淀的基础上 是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 作为周期类的品种呢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的关注 和相应的在股价层面上的一些异动 因为A股市场可以认为 在8月份之后呢 以啤酒为主的这样的一些 在销售层面上 已经和原来的这个基础 已经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在这之后呢 可以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的临近 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 积极的销售政策的出来 所以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到酒类 特别是红酒和白酒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好 接受到那句最重要的信息吗 酒业概念 我们都罗列在这里 好 再来说一下 这个我们也非常熟悉的 一家传媒老牌巨头 时代华纳公司 对 其实说它也是因为它有一个并购 我们知道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呢 是一家非常传奇性的公司 那么每次它收购别的公司的时候呢 应该说都会对另外一家公司的股价 产生特别明显的重大积极的影响 所以现在就是它开始收购时代华纳 那么时代华纳最近的这种走势 确实是非常的亮眼 你看它突破之后呢 就是放量突破之后呢 缩量在后面横盘震荡 就是为下一步做准备 对 我认为还是走得比较的健康 最近的这个涨幅已经达到了20%左右 就是最大的涨幅 其实都已经接近它前面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所以就是每次的这种变幅 那这个收购有谱吗 应该是比较的优朴 因为刚才说了AT&T 也就是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呢 是非常传奇的一家公司 它原来在最辉煌的时候有2000家 后来是因为返托拉斯被一拆成七 但是每次都给相应的这些公司 带来非常亮眼的表现 比如说喜达乌也好 或者是我们知道朗讯公司也好 都是和它有关联的一些公司 所以就是它未来 一旦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 除了给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直销平台 它还会对于时代华纳后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提供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影响 而且它不会在这个服务当中提价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 恭喜时代华纳 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里 节目最后来看一下西班牙最大的电子游戏展 很多人都会喜欢 叫马德里游戏展 我们来看一下展会当中尖端的虚拟现实眼镜 还有机器人等等一起来玩一下吧 一年一度的马德里游戏展 是西班牙最大的电子游戏展销会 在此次展销会上 共有超过1000款电子游戏亮相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100多款虚拟现实游戏设备 来自加蒂斯的22岁青年路易斯 就在这里第一次体会到了 浸润式游戏的魅力 一些只在电影中出现过的机器人 也来到了马德里游戏展上 比如《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的 BB8机器人同款玩具 它不仅能自由快速地移动 还能随着人的手势变化 而移动自己的小脑袋 虽然机器人玩具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是也抵不过人们心中的怀旧情怀 在马德里游戏展中 关注度仅次于最尖端游戏装备的 就是这片怀旧气息十足的古董游戏基区 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快乐童年的老师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早班车 我是李鑫 在上海向您问候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要闻 来看一下宏观数据 10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51.2 创了2014年7月以来的新高 生产和需求均有明显回升 制造业整体景气度明显向好 此外中国10月财新制造业PMI为51.2 大幅好于50.1的预期和前址 连续4个月高于融枯显 不仅显示出制造业运行温和扩张 而且增速是2014年7月以来的最显著水平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 钟正生评论称 制造业似乎明显回暖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和点评称 10月份制造业PMI明显大幅上升 生产和市场需求回暖 扩张有所加快 但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有所加剧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邓海清点评称 官方财新PMI均明显回升 再度验证中国经济L星拐点已过 10月地产调控之后 经济不下反上 中小企业成为PMI回升的主力 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 预计10月固定资产投资 将进一步回暖 且PPI大幅回升不可避免 通胀压力将会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过10月房地产20城市调控政策后 与房地产最为相关的建筑业指数高达61.8% 仍处于历史最高区间 对此 邓海清解释称 本轮房地产价格上升主要是供给不足导致 仅通过政策调控 无法大幅度改变房地产市场 此外 本轮调控仅包括一线城市 以及部分热点城市 三四线城市并不在本轮调控范围内 因此对全国性的数据影响并不大 邓海清表示 解决房价问题 还需通过供需规律调整 这波的房价上涨 其实对于很多的 就是一线城市跟热点城市来讲 其实是由于的话供给不足 所导致的这么一整 就是房价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上扬 所以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未来 需要改变这样一个 房地产价格大幅暴涨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意味着 一线城市或者热点城市 必须要增加土地的供应 此外 邓海清表示 从本月的PMI 购进原材料价格 包括产成品价格的数据来看 可以大概率估算10月份PPI 在延续9月份的油腹转正之后 有望大幅度回暖 中国经济进入了收关季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 GDP增速连续交出了 三个6.7%的成绩单 而多位业内专家均认为 从现阶段来看 2016年完成年初制定的 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 昨天制造业PMI数据超过预期 反映了价格回升 所带动的制造业投资信心在增强 所以现在有理由预期 四季度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平稳 而一个多月前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纷纷开启楼市调控新潮 基于此市场中有声音认为 随着楼市调控越发收紧 四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此王军认为 经济增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可能还没那么快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 投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因此短期内受影响可能会滞后一些 预计明年一二季度可能会有所显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徐洪才表示 由于十月份房地产市场迅速急刹车 这对于相关行业或许会带来一定拖累 而从当前情况来看 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温和的下滑 预计在6.6%左右 在接下来的时间 稳增长还可以在基础设施和投资 两方面继续发力 这是主要的引擎 从政策层面来讲 他认为四季度应该继续保持稳健 再来关注人民币 继周一大幅上调之后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大幅下调了93个基点 暴在6.7734 市场人士指出 近期人民币贬值最快的阶段 可能已经过去 但考虑到美联储加息预期 仍给予美元上行的支撑 同时企业走出去和家庭外币配置需求 仍比较旺盛 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承受一定的贬值压力 此外 昨天正好是人民币入了SDR满一个月 数据显示 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及全球主要央行维持量化宽松等因素的影响之下 全球主要国际货币加大波动 截止到10月31号 欧元下跌2.5% 日元下跌3.6% 英镑下跌6.1% 而离岸人民币汇率下跌1.6% 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是SDR货币篮子当中 相对下跌最少 最为稳定的成员 不过随着人民币对美元10月的贬值加速 对于货币贬值能否利好经济增长 也成了近来市场讨论的热点 而日本的经理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贬值时 本应该被提振的出口却没有上升 现在外界对中国的人民币贬值有了类似的看法 与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相比 人民币贬值对出口贸易的支持显得微不足道 今年人民币汇率累计下降了6.7%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了4.1% 而贸易方面 9月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口从年初下降了10% 这意味着在外需疲弱的影响下 去年8月汇改以来 人民币汇率的下跌 并没有给中国的出口带来太多好处 对外出口公司们表示 劳动力和材料成本的上升 使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011年至2015年 平均工资上涨近50% 超过了任何近期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提振 有些人甚至将工厂开到了越南 来降低人力成本 耶鲁大学和前摩根士丹利 亚洲非执行主席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档下 失去了外部需求的中国 并不会因为进一步的货币贬值 而获得任何好处 位于深圳的金士顿卫育有限公司 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其销售主要以美元计价 并且贸易对象是法国、德国和英国 欧元的走弱影响了卫育业务 该公司的销售增长率 已经从2014年的40%下降到个位数 促使其将员工从100人减少到80人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看到了 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好处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汇率贬值并不像是提振经济的一种手段 而是对全球经济黯淡的一个警示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好 继续来关注市场要闻 昨天央行逆回购交易 维持在1900亿 但是因为日内到期逆回购在增加 所以实际上只实现了镜头放350亿元 明显少于上一天的1000亿 不过跨越之后 资金面在自我修复 再加上央行继续是镜头放 所以昨天整个市场 资金面还是延续回 主要回购利率都走低 据央行的透露 为了保持市场流动性 合理充裕 10月份共开展MLF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7630亿元 那么收回到期MLF是5575亿 所以预计向市场会镜头放资金 2055亿元 昨天保健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行业实现了 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2.18% 保费规模超过2015年的全年水平 其中受险业务继续呈现高速的增长 保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受险业务增长的同时 包括万能险 投联险在内的投资性的业务占比 不断的下降 而受到投资收益下滑的影响 保险行业规模增长的同时 预计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5.68% 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128286.19亿元 较年初增长14.75% 但是实现资金运用收益4828.76亿元 同比下降19.1% 资金运用收益率3.95% 同比下降1.97个百分点 其中固定收益类资金运用余额继续下降 全一类资金运用余额占比为14.25% 较二季度末上升0.75个百分点 实现收益492.89亿元 同比减少1994.3亿元 中正报的报道说 盈联国际近日发布了 境外保险类商户受理境内盈联卡 合规指引之后 盈联卡是不能用在香港购买 大额的保单 以实现境内资金的出海 但是香港部分保险公司 仍然可以通过刷Visa和万事打卡 来达到这个目的 虽然是信用卡 但是资卡人可以现在境内 把人民币的资金要存入信用卡 然后到香港去刷卡就行了 消费消息人士表示说 指引发布之后 境内资金流入香港的规模明显减少 盈联国际表示 正在持续监测商户的交易情况 会根据交易的情况要求商户 来提供相关材料 以证明他们交易的合规性 第十一届珠海航展 昨天迎来了来自42个国家 地区700多家展商和厂商 中国主要的军工业巨头 全部都到齐 室内展览馆达到了8.2万平方米 参展的飞机超过140架 这次航展除了展示第五代隐形战机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歼20 还有重型运输机运20之外 军用飞机还有大批民企 带来自己研发的一些军民产品 今年恰逢珠海航展20周年 中国航空工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杨栓昌对第一财经表示 中国军事产业已经进入到军民融合阶段 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 已经形成良好的竞争促进格局 推动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 军用高技术在民间的应用 也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 像这种小的无人机一个深圳就能做到200亿 它的整个产业链上已经200亿的这么一个产值 所以我们整个的民营飞机 民营发动机民营的这些机载设备 通用航空 通用飞机 无人机 还会有巨大的一个市场 民营企业北京中航制科技负责人表示 军民两用飞机在核心技术上共通 在细节上有所区分 军用的可能要求一些环境可靠性 适应性 整机的寿命 这方面电磁这方面能力比较强 民用的话可能更关注它的成本 它的使用效益 然后它的操作简便性 所以说细节上还是有区分 有企业表示 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已经多年 每年会投入15%的研发经费到军品当中 创新的技术会反馈到名品销售当中 军民融合在政策的引导下 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在技术研发上 我们每年会投15%的研发经费 到整个军用和民用的投入上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 我们也会做 我们认为在军用的领域 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刚才都是一些军用 尤其是军民一体的一些新产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工博会当中 同样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工博会人气最旺的一般历来 都是叫机器人展区 有数据显示 未来几年 中国是全球最大 发展速度最快的机器人市场 到2018年 每生产三台工业机器人 就有一台会用到中国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 不仅能单独工作 还能在工业自动化的设计下 实现多个机器人之间相互配合 甚至向人学习 与人进行协同工作 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配合的话 我们叫柔性自动化 我们通过柔性自动化方式 可以帮助整条产线 实现更高的达到更高的效率 和更可靠的一个生产的 这样一个速度 实现效率提升30% 同时成本降低20%到30%的 这样一个目标 人带着机器人的手臂 走到一个位置 然后我记录一个位置 然后我再走到下一个位置 我再记录下一个位置 然后我机器人就会自动把这个路径 直接就是生成出来了 而在一些机器人 无法完全取代的工序上 通过安装有传感器的手套 机器人就会记录操作员 每个动作的精确数据 从而辅助人工 大幅度提高操作的精准度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 只比美国低4% 而引进一台五轴联动的机器人生产线 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力三年的成本 但是却可以维持至少运转十年 我们机器人一般要定一个成本回收期 行业里面现在是这样 对于一些通常应用可能在两到三年 那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 或者要求非常苛刻的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回收期可以放长 业内人士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民币贬值 通过智能制造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是中国制造业的必有之路 确实看着挺好玩 不知道家用的什么时候 能出现在我们身边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与时代用数字说话 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 述说财经 来看今天的第一组数字 这个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的 特别代表谢正华 在昨天的公开场合透露说 前三个季度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中国已经完成了整个全年的 节能的降碳目标 同时基本形成了 地方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那截至到今年9月 七个试点的碳市场的 配额现货累积成交量 达到了1.2亿吨的二氧化碳 累积的成交金额 也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 另外他也表示说 中国将会建成全球碳排放交易 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市场 同时会很快地公布到 本世纪中叶的一个低碳的发展战略 好 说完这个环境保护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成品油 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 将于今天晚间的12点开启 此前曾经给大家做个报道 从国际油价走势来看 结果预测这一轮的调价 因为无法触及调价红线 而搁浅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说市场对于欧佩克减产的质疑 持续拖累原油价格继续走低 原油继续大幅收低 则不排除一个下调的可能性 但是市场人士也说到了 国内汽油的零售价格 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了一个六元时代 而且当前很多的加油站 包括一些民营加油站 它的流汇的力度 在每升四毛钱到一块钱左右 而像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部分加油站 每周也会有一些限时的优惠活动 这个对于车主来讲 你可以选择一个好的时机去进行前 前去加油 这样也能省下不少 好 再来看看长江航运指数办公室 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三季度长江航运的景气状况有所好转了 这个港航企业的信心在进一步的回升 但是现在来看 还处在一个不景气的区间当中 具体来说 三季度长江航运的景气指数是98.17 比此前一次上升了4.2个点 信心指数是95.98 环比上升了3.25点 好 说完了今天的数据之后 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 本周美英日澳四家央行会分别召开自己的一期会议 其中日本和澳洲央行其实已经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了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一期决议说 维持利率和购债规模不变 但是下调了通胀预期 并且推迟了2%通胀目标 实现了一个时间 这些都符合此前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来看 最新货币政策声明并没有新意 日本央行没有流露出加大宽松力度的意向 而通缩压力将持续困扰日本经济的运行 在提升通胀方面 日本央行显得办法真不多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当天也公布了自己的利率决议 说维持现在的利率目标1.5%不变 这个符合之前的市场预期 澳洲联储说经济增速预计于三个月之前持平 明年经济增速预期会接近潜在的水平 声明还说了低利率支撑了内需 而2013年以来较低的汇率水平也提振了贸易 但是澳元上涨可能会对经济转型不利 本贤士认为近期澳大利亚房地产在上涨迅速 一些城市居民负债高企 对澳洲联储进一步宽松形成了一些智重 澳大利亚近几年国内经济持续出现疲软 2015年更是出现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 矿业投资显著下滑等等不利的状况 所以澳洲联储2016年已经两次下调了利率 好 接着我们连线东正期货的杜采峰 请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你要采峰 好的 主持人 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使得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金价大涨 截至收盘 Commerce12月黄金期货 保收于1288美元每盎司 涨幅达1.2% 创近一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 原油市场方面 EIA即将发布最新一周的 美国商人有库存数据 市场预计库存将出现明显累积 与此同时 市场对于欧佩克能否顺利实施 减产计划的担忧有所上升 油价由此承压 布文特昨日跌幅达1% 国内商品期货周二多数上涨 玻璃期货主力 早盘急速拉升后风雨涨停 夜盘继续上涨3.8% 当前建台市场的刚性需求相对乐观 玻璃最主要的原料纯碱价格又大幅上涨 成本支撑作用叠加环保督查的预期 令玻璃期货受到多投资金的追捧 周二黑色系继续保持强势 热炸卷板动力煤焦煤 在早盘领涨工业品 北盘虽然小幅跳水 但夜盘全面收复湿地 在低库存和增产 持余预期的带动下 煤炭现货价格近期是持续上行 由此也全面带动了工业品成本支撑预期的升温 能化品种中 煤化工相关的甲醇PVC的价格表现是相对强势 在夜盘中厘清受基建投资影响的拉动 也表现出了上涨行情 相对而言 农产品板块表现弱势 主要受现货市场的拖累 油脂油料的跌幅时居前 股指期货方面受10月PMI数据好预期影响 市场情绪是全面转暖 三大股指期货是震荡走高 最终均小幅收涨 当前受经济数据向好 以及资产光等因素的影响 股市是受到了提振 只是金融市场降杠杆 以及外部风险增大的影响下 其指的反弹攻坚受到压制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彩峰 A股昨天奇吻反弹了 10月份官方PMI好预期 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恢复 这似乎也为昨天的反弹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本面的支撑 那股指回踩年限之后 表现一直比较强势 突破5日线在高位盘整 创业板昨天也迎来了久违的反弹 午后更是突破60日均线 而且高位暴收 两市全天成交4834亿元 比之前一天有所放量 而融资方面截止到10月31号 两市融资余额合计是9077亿元 环比又增加了18.8亿 分析人目前宏观基本面和政策面的风险不大 货币政策估计会维持现状 因此资本管制加强 对资产价格冲击微弱 A股下行风险不大 龙虎榜数据显示说 昨天有9只各股出现机构的身影 其中4只股票呈现机构净买入 5只是呈现净卖出 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分别是 田中经济 国光电器和沙龙达A 机构分别流入了资金有1.13亿 0.84亿和0.17亿 市场题材各股十分活跃 对比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俊英就认为了 市场震荡走高仍然是一个大趋势 整体市场呈现震荡走高的态势 全中国表现相对一般 那么概念股呈现了 兵分上涨的这样一个特点 股权转让应该说先起了涨率的风暴 那么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人气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从3000点攻击以来的话 整体呈现全中国推动 然后由医药和白酒进行过渡 那么进一步再推动的话 就靠人气品种来进一步的推动 整体市场依然是维持震荡走高态势 但是走不快的这样一个总体节奏 有机构认为 现在是属于震荡叙事的中期格局 底部已经被逐渐的抬高了 政府也逐渐的缩小 短期来看 地产调控人民币贬值利空出现之后 市场不跌返涨 说明此前的利空因素已经被消化了 国企改革 养老金入市等积极因素继续发酵 三季度业绩改善 也为市场再添利好 市场短期向上突破的概率更大 三季报披露完毕年内一直表现活跃的 选资持仓路线备受关注 那么据数据统计截至到9月30号 选资持有634只个股 持有数量620.7亿股 涉及市值高达9338.1亿元 好有钱 虽然在三季度有关选资举牌 准举牌的消息此起彼伏 但从统计数据来看 选资整个的三季度 合计增持了6.4亿股 增幅只有1% 这相对很稳定 从选资选股类型来看 电力 钢铁 基建类板块 成为选资重点 围劣的对象 和公募基金类似 选资在三季度 大幅度减持了部分银行股 减持的前十大重仓股当中 有三个席位 就是来自银行板块 他们是民生银行 中国银行和新业银行 其中民生银行 减持数量最多 单季减持了9.4亿股 那18家A股 上市银行三季报目前都披露了 上市银行整体处于 利润的调整期 大部分银行净利润增速 仍然在各位数徘徊 与此同时 虽然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比上半年末有所下降 但是整个银行业 很难说迎来了资产质量的拐点 从不良贷款率 这一关键指标来看 在可比数据的 17家银行中 相比上半年末 有8家银行 不良率 环比 有上升 4家环比持平 5家环比下降 与今年年初相比 有10家银行 不良率 相较上升 3家银行 与年初持平 4家下降 与此同时 三季报数据显示 除了江苏银行 南京银行 宁波银行 和贵阳银行增速 达到两位数之外 大多数上市银行的 净利润增速 仍为个位数 五大行中 有净利润甚至接近零增长 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工行 建行 农行 中行 和交行 净利润增速 分别为 0.46% 1.19% 0.63% 2.48% 和1.03% 净利润增速下滑 主要是受到了 近期差下降的影响 在行业的利润增长 调整期 和资产质量下滑期 银行也在积极调整 业务结构 来应对挑战 在近期差 持续下降的影响下 银行也进一步 发展其非息业务 实际上 如理财和资产管理 这样的轻资产业务 正在成为 银行业务转型的方向 一些银行 还在推动 银行资管业务的 子公私化 今天上海银行会进行 往上和往下的申购 这次上海银行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是 106.7元 这刷新了今年A股 IPO最大的一个规模的记录 上海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 该行2015年 人均净利润127.2万元 位于A股16家银行之首 去年年末不良率 1.19%在上市银行当中 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好 再来看一眼万科的情况 在引进了深圳地铁 而展开讨论的二董会议 仍然遥遥无期之际 除了万科收购 硬利的B计划达成之外 恒大集团在第四次 举牌廊坊发展时 也披露了 已经持有万科A的股份 达到7% 此前第一财经记者 从硬利公司获悉 万科参与收购 黑石持有的商业地产公司 硬利股权在10月31号 已经正式交割 交易完成之后 万科与合作方将联合持有 硬利96.55%的股权 多名业内人士就猜测了 假如万科管理层被集体罢免 硬利可能会成为 他们的自留地 而10月30号 廊坊发展翔市股权变动报告书 显示了中国恒大 目前持有的万科A股 已经增至7% 按照万科2800亿的市值计算 恒大持有的万科市值已经达到了200亿元 另外就是梅艳吉祥 昨天晚上披露对上交所的回复函 公司表示 虽然截止到9月30号 第一大股东为恒大人寿 但截止到10月31号 恒大人寿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已经被全部减持 而截止目前 自然人股东张伯芳 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1064万股占总股本的0.56% 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恒大人寿表示 买入和卖出梅艳吉祥股票的目的 是基于当时对资本市场的判断 和对公司价值的一个合理的判断 随着流逝调控政策的收紧 不仅楼市成交量在快速的回落 通过股权转让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发现 房企正在面临一波行业的洗牌 据媒体统计 北上广 重庆 山东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挂牌信息显示 10月份房地产公司股权和项目挂牌 转让案例明显增多 共17例 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 今年1月至10月的转让案例总数 仅为34 海通证券在报告当中指出 部分中小型房企经营较为激进 负债率高企 且在本轮地产周期中未有改善 短期偿债能力普遍较低 部分企业货币资金不升反降 中小型房企整体状况 列于大型房企 资金链脆弱 对销量下滑的缓冲能力弱 根据2016年中报显示 加海城 天津松江 云南城头等企业 净负债率均超过500% 较一年前仍有大幅增加 此外 中小房企 货币资金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率 也高居20%上下 普遍高于较大型房企 除了偿债能力恶化之外 融资压力的增加 也将大了中小房企的风险技术 记者从交易所工作人员处获悉 不少房企转让项目和银行底债有关系 我们现在湖北的就是武汉有几个 有七个 然后新疆也有几个 哈尔滨的应该是有三个 这个不是说这么多房地产公司 它是这是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 银行它这个债权它放贷的话 把它以这个房产做抵押吗 预期了以后它形成不良了 形成不良以后 这个银行把它放在这个公开市场进行转让 这是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个渠道 他们会觉得这个底债资产质量比较好 市场价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的 所以说他们单独拿出来评估 单独卖 业内人士认为 如今不少房企采取股东借款 房地产基金 存量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维持现金流稳定 随着融资渠道收紧 房企资金链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并购转让资产 或将成为中小房企度过运营危机的希望 中小房企它的运营环境 或运营的这个条件是越来越困难 但有的企业可能纯粹一个民体 那么如果没有任何优势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破产了 当然对绝大部分的 可能项目公司也好 或者小的房企来讲 如果它有项目 更多的可能性还是转让 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 申万红源证券研究所 市场研究部副总监钱金银敏 请他点评一下 今天会有哪些消息 对市场产生影响 你好 金银敏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早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经济数据 从昨天开始10月份的 宏观经济数据开始 陆续的披露了 那么首当其冲的 就是PMI 制造业PMI的情况 那么从数据情况来看 大家还比较振奋的 那么10月份的制造业PMI 达到了51.4 是创了27个月以来的新高 两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 这么就表明了整个经济 尤其是这个宏观经济 在企稳 在局部有一定复苏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我想对于股市投资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在这个经济数据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回升 主要还是通过基建 PPP等一些大型的项目 来对这个需求提到了 起到了一个提振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从其他的经济数据 相匹配的情况来看 比方说 国家统计局在10月中旬披露的 今年前三季度宏观数据当中的民间投资 它的这个货数还是比较缓慢的 一到九月份民间投资的同比增长为2.5% 一到八月份一到七月份都是2.1% 那么明显落后于我们这个6.7%的 这样的一个GDP的一个增数 也落后于8%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增数 表明从结构方面来讲 民间投资这一块的提振 或者说跟上还是有点之后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个增数过程当中 在这个51.4当中 中型企业的PMI只有49.9 那么小型企业的PMI只有48.3 都在这个50以下 这就表明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大型企业 包括基建PPP这样的一个拉升 而对于市场效率更高 弹性更好 更加灵活的这样的一些 中小型企业和民间投资来说 那目前还在一个 逐渐逐渐跟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也要强调 宏观经济数据对股票市场是有一些 主要是起到一个心理的稳定 对市场起到一个支持的作用 但是未必会有很大的激发的作用 因为我们注意到2014 15年那波牛市 当时整个经济已经在调整过程当中 但是在数据下行的时候 同样出现了这个牛市 这个当时大家的解释是 因为我们A股市场和经济基本面挂钩 并不是那么密切 更多的和政策有关 所以当时我们的股市有一个政策式的说法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经济政策往上 所以股市就往上 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线条 大家会发现 经济数据不好的时候 股市反而也会有往上的机会 那么经济数据好的时候 可能政策会往回收 那么作为政策师的话 它同样会有一个收紧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认为数据向好是件好事情 对市场有稳定作用 但是真正的行情的向上突破 还有赖于资金面的推动 所以我们第二条就看一下资金 同样传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银正转账昨天晚上披露 那么上周的银正转账资金 是净流入173亿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流入就说明场外资金 对A股市场有些想法 有一些动作 虽然这个量不是很大 另外我们从最近四周 也就是从九月末到上周末 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这个资金还是以 存量资金博弈为主 增量资金非常少 几乎是没有 因为九月末那周 这个银正转账资金 净流出1042亿 十月份最近的三周是流入630亿 流出58亿和上周流入173亿 加加减减的话 一共是净流出397亿 那么另外还有个数据可以验证的 就是日均余额 就是存量资金 在每一周的日均余额 已经是连续三周 是在水位下降 这个日均余额数在减少 比方说十月初第一周 是14238亿 后第二周是14099亿 那么到了上周 是14068亿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还是以一个存量资金博弈为主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像 上周披露的A股的 这个投资者的持仓数 就是持有A股投资者的数量 到上周末是4929万户 这也是5178点以来 最低的一个水平 说明目前这个市场 虽然还在整理过程当中 但是持股数 或者说离场的投资 在不断地增加 坚守阵地的投资 在不断地坚守 这实际上还是表明 整个市场 以一个相对均衡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 今天有消息讲 目前央行已经通过逆回购 向市场释放了1.49万亿 将近1.5万亿的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资金量 那么逆回购呢 一般是三个品种 就是7天 14天 28天 其中以7天为主 也就是说 这个1.5万亿 在未来的一个月 都要回笼 这实际上对于年末的资金面 会有一定的考验 虽然央行还会 撒放逆回购来对冲 但是整个量 应该说是非常大 另外包括年终机构结账也好 打小费减持也好 包括今天 上海银行发行 要100多亿的IPO 也是年内最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还是建议投资 密切关注资金的动向 只有真正的 有增量资金的持续流入 才能够推动 这个大盘的反弹 走得稳定而持续 那么这是资金面的消息 那么第三 我们还是来看看市场热点 最近市场热点比较多 其中恒大锡非常抓人眼球 是吧 那么昨天一条消息 可以说大家是 错乎意外的 也就是恒大锡 这个宣布 它这个煤烟机箱 在快速介入 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到10月末 已经全部清场 当然是获利丰厚 我看了一下 它在9月末的时候 大概这个煤烟机箱 也就是在5.5元左右 到了10月末 就是它减持的那两天 最高是到了8.05元 最低6.7元 均价大概在7.5元左右 也就是说 这个恒大介入煤烟机箱 一个月的时间 从5.5元到了7.5元 每股获利将近平均的话 在2元左右 9000多万股 将近就是2个亿左右的盈利 盈利幅度超过30%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做了一个短差 当然它的这个短差 把大家搞到云头转向 不少跟风的投资者 我估计小散门 可能就已经压力非常大了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公司 我想这个操作 现在大家在道德上 在进行各式各样的说 割韭菜很快 什么什么的 但是从规则上来讲 它是符合规则的 那么怎么样来避免今后 你也成为这个韭菜 还是要注意 第一 如果说它持股不到5% 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5%以下 6个月以内 做短差没有问题 超过5%举牌了 那可能要 至少要6个月以上 这第一地 要看公司的基本面 如果说这个公司 确实想万科什么的 比较好的 那对它来说 它会长期持有 但是一些垃圾股 明摆着有 比较比较差的公司 那很有可能就做短差 你是要小心的 好 以上就今天的 市场点金主持人 好 谢谢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看一下 券商的研报 海通证券的研报认为 长征5号 预计11月初发射 这个是已经设计完成的 亚洲第一重型的火箭 主体部分 首次采用直径达5米 低轨道运载能力 可以达到25吨级 高轨道的运载能力 能够达到14吨级 首次使用无毒无污染的 液氢液氧与液氧煤油 发动机组合的起飞方案 发动机也采用 无毒无污染的 液氢液氧燃料 而助推器采用 液氧煤油组合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厂系统 和测控通信系统 已经完成执行 此次任务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将准备在11月初 则即发射 由此也建议关注 高温合金的材料生产商 像钢炎高纳 电池有色 万泽股份等等 好 再来看银河证券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路线图 发布之后 新能源汽车的行业 将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在长期内得以健康快速发展 同时产业链的上游 三电等核心零部件 和下游充电设施 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机遇 另外 新能源补贴政策 预计将于近期落地 对行业也是形成一个重大的利好 建议关注电动车整车优质标的 比如说东风汽车 江淮汽车 毕亚迪 还有是核心零部件的优质标的 像方正电机 一位李能 当生科技 还有珊珊股份等等 好 关注完盐报之后 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公司的公告 首先就是民生控股 发布公告 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 就深交所的问询函 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回复 对此次重大资产出售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 重组的相关文件 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 经申请的公司股票 将于今天复牌 那么根据这个方案 是民生控股 你将持有的民生财富 100%的股权 以3.5亿的价格 向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泛海出售 中国泛海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对价 交易完成之后 公司将剥离财富管理业务 中航重机发布公告 于10月31号 收到了第一大股东 贵州金江通知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 你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 将贵州金江所持公司 29.48%的无限售流通股股权 划转至中航通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股权划转 需经批准实施完成之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 将变更为中航工业通飞 中航工业通飞 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不会发生变化 成为中航工业 另外中国国行 发布了一个定增的公告 于10月31号 受到证监会的 关于核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4亿股新股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之内有效 我们的资金是在121亿 另外华铁科技 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 米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1.63亿股 定价几准日 为此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期的首日 预计目的资金总额 不超过18亿 用于建筑安全 支户设备 租赁服务能力 升级扩建项目 公司股票将于今天 副派进行交易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亚太市场 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提醒 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 香港演播 是请杭宇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亚太市场的情况吧 杭宇 好 阳光亚太股市 今天开盘是全面下跌 昨天美国股市下挫 由于市场认为 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增加 所以直接影响了 投资者情绪 我们看到今天亚太市场方面 日本股市今天低开1.17% 昨天日本央行公布议息 结果是将指标利率维持不变 不过就推迟实现通胀目标的时间 预期2%的通胀目标 可能要到2018财年之后才能实现 同时日本央行预期 在2017财年的核心CPI将会是1.5% 而原本市场原本预期是1.7% 而2018财年的核心CPI 是1.7% 原本预期是1.9% 另外其他市场方面 今天韩国股市开盘下跌 0.6% 澳大利亚股市下跌1% 新西兰市场今年同样下挫 但是新西兰今天最新公布了一个 失业率数据 暴在4.9% 创出8年以来最低 要明显好于市场预期 杨光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护港通方面 据券商中国的消息 香港证券会可能会在近期重启 中资券商IPO业务的专项检查 在IPO业务的核查之上 香港与内地证券监管部门 有可能会联动 数据显示 目前28家券商在香港设立了子公司 保健业务方面 香港去年在全球首次公开招股当中 排名第一 总金额达到337亿美元 而内地券商子公司 以独家保健人 或联系保健人身份参与的IPO交易 占比达到77% 彭博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香港IPO市场 承销金额前5名都是中资投行 排名前5的分别是 海通 建行 中行 招行 交行 第六是高盛 而摩根士丹利是下滑到了排名第七 那单就IPO来说 中资投行的实力已经是最强的 已经超过了外资投行 据监管部门深港通工作时间表的安排 业内预计11月中下旬可能就会开通 据港交所的消息 首阶段模拟交易顺利 有144名交易所参与者 参与了北向的交易排练 而深圳有97名 市场参与人员是参与了南向的演练 深交所联合中正登公司于11月5号到6号会组织全网的测试 好 接着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杭宇 请杭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市场方面情况吧 好 我刚刚讲到外卫市场大跌 所以今天香港股市现在市场人士预期开盘应该也会明显下挫 当然现在香港市场主要关注焦点有两点 一个是美国联邦指挥局将会公布一息结果 另外就是美国大选的动向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扎打集团 在昨天收盘之后公布季度业绩 要差过市场预期 除税前基本盈利4.58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5.2亿美元 另外港交所将会在今天公布第三季度业绩 当然市场的关注焦点就是集中在深港通 刚刚也讲到在本周末深港通将会进行全网测试 所以现在市场关注在港交所业绩发布会上 会不会透露出有关于深港通的更多消息 蒋光 这里是财经早班车 接着让我们进入晨会观察 好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上海中期研究所副所长王周易 你好 王周易 主持人你好 最近期股指期货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股指期货方面我们是建议多单持有 昨日早盘三组期质高开拉升之后震荡运行 午后涨幅继续扩大 其中IC1611这个表现相对比较强 现货指出方面来看 互深两市均微幅高开 行业板块是全线上涨 其中股权转让提财股 次行股涨幅比较居前 而石油相关板块相对比较弱 中国十月官方和财新制造业的PMI 是均大幅的回升 这表明经济短期内是有所齐稳 对于股市是有所提振 从资金面来看 两市融资余额增加19.9亿元 至9077亿元 位于9个月以来的相对高位 互股通净流入为4.63亿元 这显示北上资金积极布局A股 同时短端的shiver利率是微幅的下调 中长端是呈现缓慢台湿的态势 这表明市场资金短期内是有所缓解 从技术上来看 昨日两市合计成交4837亿元 上证指数是连续6日缩量调整 昨日站上了5日均线 这意味着短期的调整可能结束 后市仍以多头格局为主 因此我们建议多单继续持有 主持人 商品期货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国内商品市场我们是建议 互兴多单谨慎持有 昨日早盘互兴主力合约 突破2万元每吨的大关 这再度刷新了5年多的新高 从基本面来看 近期美元回调 另一美元标价的有色金属器 出现了普涨的行情 加之新定受到加能可矿山避坑 以及部分国内盐链厂 检修传门的影响 互兴7价引领这个涨势 但是与此同时 现货市场表现相对比较冷淡 链厂的出货意愿比较强 但是中间商以及下游的采购意愿比较低 成交也相对清淡 那我们预计 后市这个新价是仍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这个涨速可能趋缓 另外需要关注黑色系品种的走势 因此操作上我们建议 多单谨慎持有 主持人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国金证券分析师黄森栋 你好 黄森栋 你好主持人 对市场怎么来看 好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当前的大盘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进行进一步向上通关的 那最早的原因应该是我们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的话 昨天公布的一个汇丰批买 包括是官方批买 这两个数据都是远远好于市场预期的 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产生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 这两个指数开始出现个回升 也就代表整体的经济移植 进入到一个再库存的这样一个周期 那对于当前整体一个企业盈利 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的气温 我们觉得还是就一定的一个可思绪性的 那第二点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近期呢 是所有上市公司三季报 基本上都已经是披露完毕 从我们统治的口径来观察的话 那我们发现呢 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业绩 还是处在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而且如果是看全部A股的话呢 就会发现已经是从原先负的一个增长 变成了一个正的增长 那我扣除石油石化等等 这些全中股的话 它的一个增速也是回到了两位数 回到了12 我们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盈利增速 应该也会帮助市场情绪向上 那我觉得也是对大盘 会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那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昨天外围走势 其实美元是出现一个大跌的 但是对于人民币的一个地址 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环节 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大盘应该还是会向上 那建议投资者呢 是持贵为主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嘉合基金研究员孙天一 你好 孙天一 主持人你好 对近期的市场投资 有什么样的建议 昨天呢 上证宗指责中收于 3122.44点 上涨0.71% 宗小畅同步上涨0.77% 两市合计成交4837.86亿 成交额较 前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大盘昨天震荡反弹 赚钱效益较强 从宏观经济面上看 昨天早晨公布的 10月PMI数据超预期 单方制造业PMI 更是创于两年来的新高 给了昨天市场反弹 强有力的支撑 从流动性角度看 近期资金面偏紧 但整体无较大波动 进入到11月份 一直预期的 深港通开通在即 权重蓝筹股的估值优势 将再度得到重估 对大盘构成积极影响 另外 养老金入市已经在加速推进 对行情也有利好 在当前 外围市场 美国大选和美联储 加息因素制约下 我们认为 短期市场风险偏好 将难以大幅上台阶 但前期市场盘整 亦以消化部分利空 震荡中输 或小幅上移 建议投资者 重点关注量能 及主线航行的持续性 操作上继续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严格控制仓位 赶快方面 业绩为往逻辑下 建议布局食品饮料 化工医药行业中 业绩与固质匹配度 较好的品种 和高股级蓝筹价值股 替代方面 可关注国资改革 此外 可继续关注 三级报业绩 大幅超预计的 中小市值股 主持人 谢谢 那我们再来汇总一下 今天一财城会连线当中 各大权威机构的 城会观点 国金证券表示 大盘将继续向上冲关 建议是持股待涨 上海中期认为 多头格局为主 期指多单持有 下游采购意愿降低 户心多单 谨慎持有 加核基金认为 10月PMI的数据 超出预期行情 或宽幅震荡 好 今天的一财城会连线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那以上是今天 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 我们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另外如果您想随时随地 游览更多 独家及时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 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 接着请看市场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